我们继续来看 继续看课本 就讲到这个禅定 还有跟解脱的关系 他说 他们已经正得就近解脱 是阿罗汉 但没有禅定 不得示茬 不得无设定 市场加市务热定加起来就叫市场八定 市会解脱 那我们说过 市场八定里面只有七个可以引发无设会 叫做七一定 非想非非想是不行的 那么 不得根本定 连根本定就没有 根本定就是市场 市场是根本定 那也可以说市场八定就是根本定 但虚声绝的离奇 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所学习的佛法就是 要有定有会 那么在三摩地中 那么得解脱啊 那你都没有定 你怎么引发无肉会呢 所以虚声觉得很奇怪 那不太相信 或是不太正常 那么他有疑惑了 所以他就去问佛 是不是真的没有定也可以得解脱 佛徒就跟他讲 因为他们说我是会解脱的嘛 我不是拒解脱 拒解脱就要有定有会嘛 那么 那么这个佛作 比先知法柱 后知涅槃 那么法治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我们来看 他说不问奴知不知 不管你 因为他其实不知道 他是外道来的嘛 那么虽然在佛法里面学习 虽然聪明 但后来虚声也得解脱了 那他说不问你知不知 且先知法柱 后知涅槃 就是你要先知缘起的智慧 那么你才能够有解脱的智慧 那么缘起是什么 法柱就是缘起因果的智慧 好我们来看 他说 从世尊的教诲中 可见阿罗汉有先后层次 也有两类阿罗汉 法柱自知 他这里的两类 就是法柱自跟涅槃自知 那么 这个 这一类的阿罗汉 已经先知法柱了 那他说 缘起法被称为法性法柱 知法柱是知缘起 好我们先把这个法柱法治 这个我们上次也有说过 缘起 阿罗汉经里面最常说的 那么 有应有缘世间集 有应有缘世间面 这个就是缘起 那这个世间主要就是五蕴世间 身心性面 缘起 简单讲就是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有故彼有 简单讲就是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应该是这样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此有故彼有 恃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 此生故彼生此面 故彼 mientras Esther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此面故彼面 持有顧彼有 原形有事 持有 顧彼有 其实就是这样 吾明行事 吾明下面一样 那么讲清楚就是 原吾明有时 或是 或是吾明原行 有时候讲这样 原吾明有时 有时候简单讲 叫做吾明原行 那吾明原行就是吾明原有行 就是原吾明有行 其实翻译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讲吾明原行就是 原吾明有行 其实是这样的 那简单讲就是吾明原行 行原事 行原事 那一样这里讲 原行有事 原行有事 我们就不一一写了 因为写起来就很多 这个暗暗镜里面都有 就是我们要会读啦 那原行有事 那么 那么 说起来就是 简单就是 吾明行事 明色六事 吾明 行 事 明色 六路 处受爱取有 写再 写高一点 写大苦应聚集 就这样 就十二个 一二三 写大苦应聚集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叫做十二元起 那這裡就是元起 這個是流轉的 有陰有元 世間起 那元起有兩支 這個是流轉的 那麼一個就是還滅的 無明滅則行滅 一樣就不用寫了 原無明有行 所以無明滅則行滅 行滅則世滅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有陰有元 這個叫做有陰有元 有陰有元世間起 有陰有元世間滅 那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那可以講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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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主彼有七 治愈美 這個苦主要有兩個 生苦跟辛苦 生苦就是老病死 以世间有三法不可爱不可义不可念过 世间有佛出世为众生说法 那这个是阿汉经里面的 就是有老病死 以三法不可爱不可义不可念过 世间有佛出世就是要离苦 那辛苦有所谓的优卑娜 优卑娜我们叫做愿政会爱别离求不得 优卑娜苦就苦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愿政会 这个是爱别离 这个是求不得 那么这个 基本上就是有这些苦 那这些苦 释迦佛在普提树下就是这么想的 苦是从哪里来呢 有生心就有苦 有生死就有苦 是从生来 因为有生所以有苦 因为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为什么 因为无常法则有生必有死 无常法则崇高必落落 有生无不死 有生无不死 何为必当理 那么这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讲到最后无产故苦 那其实就是讲这个 那么生怎么来的呢 因为有业 因为有业 这个有就是有业 有业 因为有业所以有生 那业怎么来呢 有烦恼 爱是烦恼的代表 取是烦恼不舍 不舍这个烦恼 那么所以形成这个业 造作就形成这个业 有烦恼的时候有业有业的生死 那烦恼怎么来的呢 从瘦来 苦瘦热瘦 苦瘦烦恼主要是贪跟撑 还有吃 那么通常从瘦来讲 从这个瘦来讲 这个瘦有苦瘦 有烦瘦 有不苦不热瘦叫做舍瘦 苦瘦会生撑 烦瘦会生贪 舍瘦会生吃 就贪生吃 就苦 就是烦恼怎么来的 有可意不可意 可爱不可意的境界 那么你的苦瘦 是因为不可爱的境界 你的烦瘦 是因为可爱的境界 那你的这个舍瘦 是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可爱不可爱 非可爱非不可爱的 那么所以你就是烦恼 那这些怎么来的 瘦怎么来的呢 有粗来的 粗是什么 粗就是新锁 就是你的新锁 瘦是新锁中的一个 新锁有想失嘛 那失就造业了 那由瘦开始 有情感作用 瘦五蕴里面的情感作用 就是起烦恼 通常都是情感作用 感情用事的 新锁 那新锁是从粗 这个是新锁中的瘦 新锁中的瘦 新锁中的瘦 新锁里面有瘦想失 就是粗 粗聚生瘦想失 那由这个瘦就开始 产生这个爱曲 那粗怎么来的 新锁怎么会有心理反应呢 怎么会有情理反应呢 跟尘四 六根对六层 六路 内六路外六路 六根眼睛看到这个射程 那么四起分别 跟尘四合合生处 那么由你前面的五名 五名相应处 你就起烦恼起贪恨 你这个处里面有五名 就我见 你就会生我爱 在这个瘦上 我爱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你 那个时候也就是阿罗汉了 你的处 你一样会有苦受 但是你不起贪爱 你不起贪爱 为什么 你已经没有烦恼了 你还是会有苦受热受 但是你不起贪爱 那个时候叫做明相应 所以这个处 如果是胜者 他就明相应 如果是凡夫 就无明相应 无明相应 就是他有我见 那一定会带着我爱 那 无明没有断 出国无明没有断 阿罗汉才断 那出国即使 断身件的情况下 他也会起贪嗔痴 也还是会有 但是他贪嗔痴不重 因为他分别国间断了 所以他的贪嗔痴不重 但是他还是有贪嗔痴 所以俄国才包贪嗔痴 但是他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不会随着烦恼走 他不会随着烦恼走 所以这个处 这个处在圣者跟凡夫里面就起差别 然后修行跟不修行 在这里起差别 在爱 那爱的话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贪就服贪 有称就服称 就从这里 那他就不去 他就不会死贪 就是离嘛 他会离嘛 喂换离嘛 这个就喂 他就会换 他就会离 离这个 离这个贪痴痴 那叫做未换离 厌离一面禁 你后面有个讲 那这个六根六层从哪里来 从这个身心来 这个就是五蕴身心 这个就是五蕴身心 这个是明 明是什么 受享行 新手受享行 这个是赦 赦受享行士 这个是有取士 这个就是有取士 那么这个 吴明父 爱解戏 感得持有事之身 吴明父 就是你带着吴明爱 感得有吃事之身 吴明父 吴明所盖 爱解所戏 简单讲叫做吴明父 爱解戏 爱解所戏 就有生死 感得持有事之身 所以叫做有取士 我们这个身就是有事之身 色受享行士 叫做有事之身 有事之身 所以这个士来的时候 他取色受享行 色受享行 所以叫做事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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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一这个儿住 他们才有这些身心的活动 这个是阿安经里面说的 然后所以 这个明色 这个就是身心 这一身的 这一身的身体 那么这个是未来生的 那么也可以讲 这四明色 那么从哪里来 从夜来 那夜是从贪爱来 然后从无名来 就这样 所以你来的有事之身 你来的这个有事之身 你来的这个有事之身 已经是 世明色已经是我见我爱来的 不然你不会来 因为这里是遇见 如果你把浴滩跟撑断掉了 你到五不还天 你也不会来这里 虽然有生死 但不会来这里 所以你这个士 是有贪爱有无母的 那讲了这个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缘起 你了解 你身次了解 他就叫做法柱子 那你很深刻了解 你不是知识上 泛泛理解 不是 所以我们学佛 都没有在学这个 所以 就会很陌生 那你没有办法好好观察 你 你 你这身心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那如果从 这我们 我只是正在大概讲而已 详细讲 案件里面讲很多 所以 印尊导师把它分成三个 这个叫做生死根本 无名行事 叫做生死根本 轮回的根本 就是有无名行事 生死的根本 那么四名色六路处 这个叫处近细心 来这里都一样 四名色六路处 这就无名生 这个是叫促进细心 就是生死根本 促进细心 爱取有神老死 这个叫足物流转 那来的修行不修行 这里都一样 到这里以前都一样 如果你是正的圣者 那么你这里就不一样 你这里就不一样 如果正圣者的 已经是阿罗汉的 那个就名相应 名相应 名相应处 叫做名相应处 跟无名相应处 他就有名相应处 这个处就有分名相应 无名相应 但是还没解脱以前都一样 无名相应 名相应处跟无名相应处 名相应处 这个新啊 就是这个新手 名相应跟 烦恼相应 烦恼相应 跟智慧相应 就不太一样 那么 之后 那一般我们都是无名相应的 如果正的阿罗汉 那个就是名相应 出国 二国 三国都有少分的无名 一分两分三分的无名 不一定 但是他也有少分的名相应 那么 但是到这里基本上都一样 一般修行在这里都一样 前面都是这么来的 每个人之所以会来都是无名 摊爱来的 都是一夜来的 没有一个不是一夜来的 除了变化身 法身 法性生生的菩萨 趁愿而来 这个变化来的 这个不算 那一般来 来的都是一夜来的 一夜来的 趁愿而来的 有些变化身 法性生生来的 那个就 那个就不是 那如果没有 都是一夜来的 那夜里面一定有无名摊爱 生死夜 一定有 那么 所以有这个生 那人的话就是五蕴 其他的不一定 三界里面不一定 然后五蕴里面 照夜的 照夜的源头 就是六根 所以要有根绿椅 你要照顾六根 所以六根清静方圍道 就讲这个 然后他 在心里的感受这一块 所以从这里开始修 修行从这个寿里面 有没有起爱 开始修 这个就是六路处讲的 爱 爱取有 这个是逐境 逐物流转 就是开始起环瑶 获业苦 获业苦都是在这里的 获 起获 造业 敢遭生死 然后又有苦 又起获 造业敢遭生死 就这样流转 所以这个叫做 足物流转 那么你起获 为什么会造业呢 就在这里 这个烦恼 一定有 然后在寿 这个寿里面 有苦寿热寿 就是这里 我们说在这里 那么可爱不可爱 那么一般的境界 苦寿热寿 不苦不热寿里面 起贪生吃 然后起了烦恼之后 你不知道 如果知道 他有两个 一个知道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那有贪就浮贪 有称就浮称 施其过患能够远离 就远离贪 远离称 控制烦恼 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調補烦恼 断除烦恼 就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 他就是烦恼相续 然后取 烦恼不舍 相续 今天也这样烦恼 明天也这样烦恼 烦恼越来越重 然后就会怎么样 就会造业 动发生口 他就会动发生口去造业 爱曲 他就会动发生口去造业 所以 但你会 你会 后来会去造业 越成熟 行程 越暴 那个就是因为 第一个 你不知道 这个是烦恼 这个是对你 第一个 你不知道你在起什么烦恼 第二个 你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起这种烦恼 第三个 你虽然知道的 你没有办法调补这个烦恼 所以他就会相续 你没办法调补 没办法控制 他就没办法断组 所以烦恼就会相续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生气是不对的 生气打人骂人是不对的 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你就会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生气 境界没有转变的话 即使境界不在了 你回去 你还是会生闷气 还是一直生气 一直生气 那你不晓得 这个叫做烦恼 你不晓得烦恼就是毒 就是贼 他是对你有害的 你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 所以造业最大的根本在无知 无知 好 那你已经知道了 你学起佛法知道 这个就是烦恼 那么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一念称心起 百万战门开 你知道了 你要离称 可是你没有方法可以离称 那你今天观音菩萨 希望观音菩萨 帮你把称拿掉 没办法 你没有离称的方法 或者你也有 念观音菩萨之后 冷静下来 那也可以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稍微控制 那么转念 那也可以 但是有些还是没办法 所以 你最终烦恼会相续 就是 你没有办法 可以 处理这个烦恼 叫做无力 第一个是无知 第二个是无力 那无力 那无力是因为你的心 没有力量 你平常没有训练 你平常没有训练 那无知是 你根本就没有学习 你没有觉察 你没有理解 所以 你要不是无知 要不是无力 你没有办法可以挑补它 所以 没有办法 它就会相续啊 就好像 你 你 你生了病 你没有药可以医它 它病就会越来越严重啊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就会怎么样 那你的 你的烦恼里面 一定带着我见我爱 所以 有欲取 有欲取 我要欲取 就是我欲 然后 有欲取 就是对无欲 就是有贪爱 然后 你又没有方法 可以解决它 你有借进取 或是你的观念不对 有欲取 有欲取 它就会怎么样 烦恼相续 就会动发生活造业 造业相续 就会形成什么样 形成业报 那么 浴界就在 浴滩就在浴界 涉无涉滩就在涉无涉溅 那么浴界里面 造的业 比较 比较粗重的就在三二道 比较不是那么粗重 善业比较多的就在哪里 就在仁天道 那都是夹杂烦恼的 都是有肉业 所以他就会出生 业成熟了 他就一定要出生 这个有 就不能不出生 你有这样的业 你一定要受报 你不可能不受报 就这样 那一上受报出生 他就会渐渐走向死亡 那生跟死是间 就有种种苦 就这个 你要了解到佛法讲的就是 身心跟心命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在哪里下手呢 在这里下手 在这个受 那么你一般 你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有贪有撑 你就要知道贪跟撑的过患 你要思维 现在是我起了这个烦恼 我中了这个毒 别人有毒没毒 禁戒 所以禁远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六祖说的嘛 那么一切的禁戒 引发你这个内心 那么 你说这件事 任何人 谁来的都会生气 不一定 舍利佛 穆建连 佛陀来的不生气 你说他们已经成佛了 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啊 他们就是不生气才成佛的 他们生气了就成不了佛 金刚经不是有讲吗 那个时候他还没成佛 他做忍入仙人 割利王割结身体 如果他那个时候生气 他现在就没有释迦牟尼佛 他们是因为不生气成佛了 不是因为成佛了才生气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来做借口 他们当然没有烦恼 他们已经解脱了 当然没烦恼 不是 他们是因为没烦恼才解脱的 面对烦恼的时候 他克制调缝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忍入仙人 那如果忍入仙人 那个是很无理的 他在那边打坐也没有得罪他 他就是嫉妒心 他就开始伤害他 割结身体 那个时候他如果忍不过 或是他不能看到这个理 那么他就会生气 他是有神通的 有神通 他可以处罚他那个人的 他就会造下什么 起烦恼造下业 就好像那个 那个谭宅家臣 谭宅家臣就是有一个五通仙人 那么他也是 也受到凌路 他忍到最后忍无可忍 他用神通把他整层的人都杀死 现在应该还在地狱里面 他也五通仙人 释迦佛当时也五通仙人 他还没有得无肉 但是他这一关过了 所以他后来称佛 然等佛开始跟他受寂 你看 就是 那你过不了 你过不了 你就是凡夫 那你要过得了 你要知道 这个祸患很大 你思维这个道 你不要说 那他们当然有修行 他们可以啊 我没有修行 所以才要修行啊 这一关如果不过 我告诉你你就很难修 就在这里 其实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 他会有很多借口 我又不是他们 我的能力又没那么强 或是在家人会说 我又不是你们出家种 我是在家种 我告诉你 受苦果的时候不分在家出家 就看你有这个业没这个业 幸福的时候也不分在家出家 就看你有这个善业 没这个善业 有这个恶业 没这个恶业 有这个烦恼 没这个烦恼 有这个习气 没这个习气 就看这些 所以你为什么要修行 要怎么修行 要修到什么时候 你要清楚 这个清楚的 就叫做法柱子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法柱法见 本来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你了解了 法柱子是身心 性命 缘起因果的道理 好 因为我们大部分 尤其是北传的佛教主 不太了解缘起 就只知道 这个念观音菩萨 那么可以求难得难 求你得你 念要师经 可以消灾严寿 念地藏经 可以超度六代 可以超度六代 冤亲债主 可以让你不剁三二道 就只知道这些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你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会受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这个叫做苦即灭道 那你如果不了解 其实你是不能得解脱 涅槃 什么叫涅槃 涅槃先知法柱后知涅槃 什么叫涅槃 涅槃就是没有苦的境界 没有离一切苦 世间的涅槃就是离苦 但是佛法是 究竟的离一切苦 外道的涅槃 离一切苦 但不究竟 这一生中 他在飞翔飞翔 在空无边 室无边 在色无色界 他离一切苦 他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苦 但是你要知道 无常 所以他的福报禁了 他掉下来 还会受苦 所以外道涅槃是离一切苦 但没有究竟 不究竟 世间是离苦 但没有离一切苦 肚子饿了 吃饱了 涅槃不苦 但口渴了 早上肚子饿 涅槃了 中午还要饿 所以他只有离苦 离短暂的苦 离 也不普遍 就是这个苦离完了 还有那个苦 这个是世间的涅槃 世间的涅槃就是离苦 苦的熄灭叫涅槃 那么外道的苦 一切苦的究竟熄灭 他道得非常非常 一切苦都没有 生老病死 怨政会爱别离求不得 都没有 但是死之后 他死也不会苦 因为他是化身的 他生也不苦 我们是生老病死 怨政会爱别离求不得 有五婴赤胃叫巴苦 五婴赤胃是总说 有这个生 到了非想非非想 或是无色界定外道的 他们以世无色定为四种涅槃 那么 在这里没有生老病死 幽悲娜爱别离求不得 没有都没有 这一切苦都没有 但是不究竟 这个寿命禁了 那么 他从一万大节开始算 一万大节空无边处 两万大节四无边处 四万大节无所有处 八万大节非想非非想处 过了之后 他就要受苦 所以他不究竟 佛法的涅槃是 一切苦的究竟熄灭 世间的涅槃是苦的熄灭 外道的涅槃是一切苦的熄灭 佛法的涅槃是一切苦的究竟熄灭 那么他苦只是单纯的那一个苦 他不是一切苦 外道的苦熄灭 一切苦都熄灭 但不是究竟 没有究竟 佛法是究竟熄灭 那个才是佛法要讲的 要得到的涅槃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有法柱字 法柱字 知 知法柱 原器法被称为法信法柱 有时候叫法界 就是 若佛出世若不出世 此缘其法 法信 法柱法界 法性 就我们上次有说过 法性 是本然性 必然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法柱 是恒常性 不变性 一直是这样 法界 是普遍是这样 那么所以 法性 法柱法界 知法柱 就是知缘其 知缘其 就是怎么样 正出国 基本上就是正出国 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 于现实身心 缘其就是讲身心跟性命 现在这一次的身心跟性命 叫做现实 现实就是现在事实存在的 身心性命 那么运戒处 我们一般讲运触戒 习惯讲运触戒 如实之 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串 苦到底怎么来 那为什么会有烦恼 为什么会有业 如何一业起烦恼 如果一烦恼造业 如何又一苦起烦恼 那么 所以 那如实之 厌离于面 这是一种 或者叫做未换离 有时候叫厌离灭 灭尽 有时候叫未换离 未就是起烦恼 换就是知其过换 离就是能够远离 厌 厌就是厌离 要厌离这个苦 那么要厌离苦 必须要厌离什么 苦因 苦因是什么 贪案欲 厌离 那么把这个苦 远离了 那么就是灭 苦灭 就是烦恼灭 所以苦极灭到 就讲这个 那么 而得我身以尽犯任离 所作以伴 不受后有的解脱制 虽然没有根本定 那么 他先知法助 后知涅槃 他没有根本定 但是他有这个智慧 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就是 虽然没有根本定 但是他的心 他的心是藏在 专注中的 但是那个专注还不至于成为定 就是正念 其实这个重点就是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 好 那没有五通 那么 一般六通 但是漏禁通 是阿罗汉有的 他也没有 也没有定 没有神通 但生死已究竟解脱 这是以慧得解脱的一类 所以叫做慧解脱 那南传有时候叫做存观行者 那么就是以观 以观为主的 这直观直观嘛 通常是先修止 后修观 那么 也有以止成观 以观成止的 好 那么第二个涅槃制 我们刚才讲涅槃 涅槃就是苦的洗涅 它的原意 在印度本身 他肚子饿 他就是苦 吃饱饭了 默默肚子就是涅槃 走路脚胃痠 那么垂垂膝膝盖 就涅槃 膝盖就涅槃了 肚子就涅槃了 那么这些是世间的涅槃 叫做苦的洗面 它的原意就是苦的洗面 但是你这个苦完了还有那个苦 那个苦完了还有那个苦 早上的苦完了下午的苦就来了 所以一切苦的洗面 就是外道的涅槃 它入了四五色定 四五色定是四种外道涅槃 那么 在 它也是世间的 那佛法的涅槃是 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不会再有苦 任何一个苦都不会有 那不管多久 就是也没有生死 那外道还有生死 所以任何苦都没有 好 所以这个是涅槃至之 或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 那么 会解脱者 那么 他也有涅槃至 所以他才能解脱 他才能 涅槃其实就是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那如果真要讲 如果真要讲 那么他只有生苦 他心不苦 他心不再有苦 阿罗安也有生苦 佛陀也有 老了 你看佛陀老了 走一走跟阿南讲 阿南我腿酸了 我要休息一下 阿南就开始帮阿 阿南按摩 他常常背痛 佛陀好像是五六十岁之后 就常常背痛 阿南就帮他按摩 那口渴的 跟阿南讲 阿南我口渴 你去帮我拿一些水来 到最后 受唇头的供养 拉肚子 中毒拉肚子 他就不再吃了 是最后的供养 就 就 受那个铁匠唇头的供养 吃了中毒拉肚子 然后那个也苦 很辛苦 但是他生苦心不苦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说 无语涅槃 那 所以涅槃又分有余跟无语 有余跟无语 这个我们上次老将也跟大家讲过 有余里面 有两种 一种 就是如果余有 余有生死来讲 三果的圣者 叫做有余涅槃 四果的圣者 叫做无语涅槃 这个叫做余有生死来讲 如果余有苦来讲 四果的阿罗汉 还没露灭以前 是有余涅槃 已经露灭了 身心不在了 这个是无余涅槃 如果从大圣来讲 这个是余有生死 余有生死 三果还要到五不还天 一次生死 所以三果是有余涅槃 四果是无余涅槃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四果 从断境烦恼来讲 才能叫涅槃 那么四果 还有这个生苦 余有这个生苦 所以叫做余有涅槃 阿罗汉露灭了 连生苦都没有了 这个叫无余涅槃 如果大圣来说 余有阿罗汉是有余涅槃 因为还有习气 他习气没有断戒 所以阿罗汉是有余涅槃 佛才是真正无余涅槃 大概就这三种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那他这里 他这里说 那么 会解脱者 他说 也有生前得见法涅槃 能陷阵之涅槃 这是得三明六通的 叫做去解脱 就定位俱主 的大阿罗汉 虽有两类不同 但生死的究竟解脱 是一样的 而且都是先知法助 后知涅槃 所以见缘起很重要 那么如果有人修行了一千年 都不知道缘起法 不如修一天知道缘起法 那法律经很有名的 若人说百岁 他是说一百岁 我们跟他讲 一千岁也一样 一万岁也一样 如果你从家设佛 从蓝灯佛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缘起法 不如在佛面后 你听到缘起法 知道缘起法 那么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所以缘起是佛法的核心 我们就是坏就坏在 我们都不知道缘起 也不了解缘起 但是我们都以为我们在修行 我们都以为我们在用功 我们都以为我们在精进 但是 你都不见缘起 不知缘起 所以你不晓得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你也不晓得 我们如何可以不受苦 你只知道 我在受苦 我要离苦 我有生死 我要出生死 你不晓得生死的因 你不晓得离生死的法 你不晓得苦的因 你不晓得灭苦的法 灭苦之道 你都不晓得 那你就以为 你这样做就可以离苦 跟外道一样 外道苦行 他也觉得 我这样就可以离苦 就非因继因非果继果 那么你会非因继因非果继果 主要是因为 你不知道佛法 或者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主要在这里 所以见取 会造成你的借进取 见取借进取 那你对世地没有理解 对缘起没有深入 所以你就不能得解脱 你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不知缘起就是不知佛法 不知佛为什么成佛 我们讲过 不知道佛为什么成为佛 不知道佛为什么成为佛 名为佛 这个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像佛学习归于佛 你根本就学不到佛 你学的不是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先 就是要好好的深思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先知法处 后知涅槃 佛法是宗教 修持与专心修持者 总是受到尊重 修行人都受到尊重 那么即使在印度也一样 那些苦行外道 大家可尊重 我有一次去印度朝圣 那个时候在福岩读书 那么第八届的时候去印度朝圣 然后看到刚好遇到 那个苦行者外出 我后面跟着好一大堆人 没有像马祖那么多 但是也是一大堆人 因为他们苦行者 通常平常都在山洞里面 而且他们克苦耐劳 艰苦卓绝 他们都修苦行的 那个一般人做不到的 那么所以这些苦行者 都受到大家的尊重供养 那些苦行者 我后来问那个导游 他说那个苦行者有的是 会五年出来一次 或十年出来一次 闭关出来这样 跟大家结缘 然后他们就会走 而且会像烙镜一样 为大家欺负这样 所以后面就会跟着很多人 追随者 那平常他们是在山洞 没有人去打扰他们 艰苦卓绝的时候修行 苦行很感动的 就像以前我在新竹的时候 有一个住在防空洞里面的法师 他就单单住防空洞 他住在防空洞里面 防空洞很简弱 吃不好住不好 很多人就顶礼礼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那个人已经枉胜了 他每天就是送金刚经 每天都送金刚经 可是他其实也不晓得金刚经 在说什么 但是他就是每天送金刚经 然后修苦行 就很多人很尊敬 这是艰苦卓绝 就苦行很感动 那大部分的宗教都有这种特质 有些是蛮有这种特质的 那么所以总是受到尊重 所以沙门婆罗门都是宗教的宗教师 在印度特别受到尊重 大家会供养他 沙门婆罗门都是宗教师 那么修持的圣道 以八圣道来说 内容可分为戒、定、心、慧 其实就戒定慧 定就是心 三真上学 戒真上学 心真上学 跟慧真上学 所以心解脱 基本上就是定解脱了 慧解脱就是慧 那么也有这样子的 那么三学 佛教当然也重视信 所以佛法说修持 以信戒定慧为重要 信为能路、自为能度 信 佛法所说的信 从正确理解佛法而来 所以要有政见 才能起正思为 政见从哪里来 政见从正信中来 你如果信婆罗门 你就不会有政见 因为他们讲的观念跟道理不一样 他们认为升天 到升到犯天就得解脱了 就藏身不死了 那你要怎么样升到犯天呢 你要送废头尖 跟着婆罗门送废头尖 然后祭祀 所以废头天啟 这是神的启示 你要跟着婆罗门一起送废头尖 你就会得到上天的加持 然后参加在法会里面祭祀 法会里面送废头尖 念诵犯天的名字 如果你有罪 你要浸在恒河里面 因为恒河是圣水 祈祷洗求你的罪 这个是他们教的 那这个不政见啊 但是你信他 那其他六四外道也一样啊 那六四外道有的不讲善惡 没有善没有恶 没有业没有报的 像泥剑子外道很多人 他认为你消业最快的方法 因为你一业才有生死 你把业消除最快的方法就是苦行 先让自己先受苦以后就不用再受苦 你现在用苦行把自己的业磨掉 你未来就会受苦 就会有生死 所以他们一直修苦行 因苦而死然后就解脱了 这是他们的修法 那你不知道 那么你以这个为根本 为道理你就跟着他这样修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政见 那没有政见就是因为你信六四外道 莫信婆罗门 那如果你信佛法 佛法跟你讲的是什么 八成道 那么你一这样修 你就可以得解脱 所以政见是从政信中来 那么政见之后有政思维 你就会修什么 你就会修戒听会 修有正与正月正面 其实这样 这个跟阿纳利的八大能量 其实也差不多了 八大能量第一个少欲知足愿离 那这个都是戒的部分 这个都是戒的部分 但是他没有特别讲 就是一般我们的戒先离五二 杀到一望嘛 杀到一望九 佛法是这样 进一步离五欲 八观再见 然后再往上修定根会 精进的修定根会 那么断 断 断 其余我离我 断身见 佛法是这样 那 那所以 这里说 佛法所说的信 总正确理解佛法 总而来 那么 如果你不信 你就不归佛 不归一三宝 你不向佛学习啊 你不听文正法 清净善事听文正法 善事是谁 善事是 佛及佛的圣地子 舍利佛目见连这个 所以我们归一三宝是这样子的 我们向佛及 依佛而成就的圣地子学习 那么学习什么 学习他们修行的方法 那佛 佛地子是依佛而得成就的 同法同聚同意同畏 修的是跟佛一样的 得到佛所得到的 见到佛所见到的 断了佛所断的 所以此事苦我已知 此事苦努因知 此事急我已断 此事急努因断 这圣地子是断了佛所断的烦恼 那么 见到了佛所见到的法 成就了佛所成就的 佛这样修 他跟着佛也这样修 佛这样修而得成就 他跟着佛这样修也得成就 这个是佛即身 那我们归佛即身 最重要就是要学习 他们成就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圣道 那么他们说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巴正道 十方伯且范一路涅槃门 他就是巴正道 简单讲起来就是戒定慧 再简单讲就是止观 再简单讲就是波罗波罗咪 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慧才能断除烦恼 那慧要有定 定要有戒 戒要有信 再说起来就是信戒定慧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从正确理解 生人唯一而起的信 就是你这个信不是泛泛的信 不是仰信 不是因为权威而相信 也不是因为传统而相信 也不是因为大家都相信 你就相信 也不是经过你的逻辑辩证 你相信 都不是的 而是你内心尽沉浸 贪嗔邪贱等不起 你看 那你怎么样贪嗔邪贱等不起 那当然你要修啊 有贪之有贪有贪 你要先知法柱 知道什么叫做烦恼 为什么起烦恼 在哪里起烦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要如何才能不起烦恼 第三个 什么样烦恼究竟不起 算是断除了烦恼 所以就有五个步骤 要觉察烦恼 要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就是戒 然后要调伏烦恼 心要有力量就是定 要断除烦恼 这个就是会 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你只要断除了 最初的烦恼就是三劫 你就是胜者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烦恼 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你就超越 你就超度 超越度脱 生死苦寒 超越烦恼 才能度脱苦寒 有生死就有苦 这个就是佛法说的 所以你看 你看他这里讲 要当下内心沉浸 贪嗔邪欠不起 当下而已 那你能够知道 那你 你开始就这样修 批语为 如水清诸 人清卓雪 有了沉浸的信心 虽然你还有烦恼 但是你对佛法的正信 是 是 当下没有烦恼而知道的 深信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无量寿经叫做什么 深信因果 因果就是元起的智慧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你只要念佛往生 你都没有深信因果 所以 有了沉浸的信心 一定会引发 尽修的意愿 你确实知道 是这样的 你必得要这样修 你不这样修 不可能成就 不可能离苦 不可能 你在烦恼相续的状态下 你不可能不造业 造业的状态下 你不可能不敢得生死 生死的状态下 你不可能没有苦 那是不可能的 无有是处 那你说 我这个法特别殊胜 这尊佛特别慈悲 这个菩萨特别有能力 所以我依着他 就可以不用受苦 虽然我有烦恼有业 我可以不受苦 没有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这违反元起 所以这个就是 你没有法助治 所以你认为 我有烦恼我有业 但是我可以不受苦 你不知道 此有故彼有的道理 你不知道此无故彼有的道理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 没有法助治 然后就用功 种种的用功 没有用 我告诉你 作用不大 不能说没有用 作用不大 没有根本 外道也修行 普罗门也修行 那些隐士都也修行 累积的苦行 非涅槃因 如果你没有正见为道的修行 你没有法助治 你不可能得涅槃治 讲的是这个道理 法助治就是什么 深信因果 这个信是正信 如果没有 不管你怎么修 那如果没有 你是不可能离苦的 因为你不知道苦因 你没有灭苦之道 你怎么能够得苦灭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法助治 所以他一定会引起 禁修的欲言 如果对佛法有一些理解 但不能引起信心 那就是没有去贪嗔痴的心 没有离武艺的心 没有离烦恼的心 那不过 你看哦 不过是世间之事 以佛法无关 大家都认为在修学佛法 但是其实 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 真的是这样 你都你以为是佛教徒 你根本连佛法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说是佛教徒 你根本连佛是什么都不知道 佛为什么成为佛 佛为什么成为佛 佛到底是如何成佛的 他已经跟吴比丘直接就这样讲 此事苦 我已知 我是修了来告诉你的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所以我知道怎么上山 此事苦我已知 此事苦努因知 此事急我已断 此事急努因断 他是自己修上来跟你讲的 你跟他学就可以 但是佛知苦断极正面修道 你不用 你念佛就可以 你拜畅就可以 你诵经就可以 你持座就可以 其他你不用 你不用除烦恼 你不用知道你有什么烦恼 你为什么起烦恼 你要如何灭烦恼都不用 这些事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观世音菩萨 交给地藏菩萨 去做 那我要做的就是什么 我要做的就是 虔诚专注的祈祷 念授 礼拜 供养 就这些 然后我就可以理苦 没有这些事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 大家都以为是佛教徒 但是通常都跟佛法无关 好 音乐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谢谢 那么我重点就是要跟大家 讲这一章 那这一章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先确定佛法是什么 以后 你有这个观念之后 那么生生世世 这个观念会带着 智慧会带着 如果你有这种智慧 你有这种智慧 一直到你解脱以前 这种智慧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 它跟你的业一样 因为都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确定了这件事 不管你以后在哪里 生在有佛国土无佛国土 这种智慧都不会消失 一直到他把烦恼灭尽 这个是本世经里面说的 所以很重要 你这一生就是要把元起的智慧 就是很深刻很通透的理解 就先知法著 我看想到哪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大 我不能遇下 姐姐 可